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要跟你借钱买武器 但是如果你要送钱给我们的话 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但邱国正的反应你就知道 他就讲出了实话 就是说哪里有这么好康的事情 这美国国议会议员随便提个案 对不对 我们就听听就好了 不用想太多 那我觉得很奇怪的是 美国人最近是怎么了 一直要把我们台湾武装起来 我觉得他们应该听听吕秀莲的建议 应该把台湾 台湾海峡 变成是一个非军事区 和平不动武的一个地方 那以后不管台湾要做什么样的处理 你要捅 要独 要怎么样 都是要透过和平的方式来建议